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构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所确认 也是中国和有关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官方法律意见明确指出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 台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 实践中联合国对台湾使用的称谓是台湾中国的省 无论台独势力如何歪曲事实 鼓吹台独都无法改变上述历史和法理事实 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应该坚定履行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这也是印度政府的官方立场 而且印度还是最早承认一个中国的国家之一 我们敦促印度有关媒体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秉持正确立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为台独势力提供发声平台 避免发出违反基本常识的错误信号 不要误导大众 214恶性撞传事件持续发酵 围绕台海洋事务部门主管管壁龄的争议如今是越来越多 对遇难者没有一句道歉 还对善后工作不断设置障碍 让两岸舆论都在批评管壁龄极为冷血 3月1号管壁龄被问到相关问题时 竟然动手摸了提问男记者的脸 让记者看看她的体温 出格的动作也引发有关性骚扰的争议 管壁龄右手就这样伸了出来 摸在身前蹲着的男记者索脸颊上 管壁龄或许没有料到 她这么一摸摸出了新的争议 如果性别的角色对调 如果管壁龄主委是一名男性 然后这个记者是一位女性 那他摸了他的脸之后会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会不会大家开始去批评说这个是性骚 所以我经常说男孩子要好好保护自己 你看又来一个例子了 我们的管主委今天又变成这个样子 我想这是这一段时间被照妖镜照到进退失据的结果 面对记者的镜头 进退失据的管壁龄甚至还进入了平行时空 因为他亲口推翻了 曾说过要朝过失致死方向 来办理214恶行撞传事件的话 您上次说过失致死 所以这样的话到底有没有疏失 没有过失致死 可是你上次说朝在过失致死真慢 不是我说的 有吗 因为在侦察中 所以还是一个他治安 但是过失致死的方向 我们认为说两条人民 到底有没有执法过当 是全民所关心的 此外台媒称 台立法机构所谓内政委员会 4号将邀请管壁龄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等人 进行名为金门撞传案 翻船执法过程 及后续处理的专题报告 但管壁龄却对报告名称不满 1号在脸书发文声称 报告名称撞传是所谓违背事实 专案报告名称应该是 所谓台海洋事务部门海巡单位 针对2024年2月14号 取缔大陆级快艇事故案专案报告 对于台立法机构 所谓内政委员会赵魏高金素媒 提出的金门撞传案说法 不能接受 台湾中视新闻网3号还报道称 管壁龄不只是专题报告名称更改 整份六页的报告中 也只字未提碰撞一次 其中所谓执法过程这个章节 台海洋部门写下 当天13点10分 大陆船只以大角度向右急转 发生翻覆 4名大陆船员全数落海 内容就接着写救援部分 并未对追逐过程加以详述 报告最后还声称 台海巡人员所谓严正执法 但通报及搜证工作仍有疏忽 造成案件发生后 无法对社会与家属 有效厘清案情 需检讨精进 对此高金素媒表示 该报告名称 源自于台海巡单位 2月22号直播记者会的名称 管壁龄的做法 前所未见 傲慢无比 据多家台媒2号报道 民进党当局高层人士2号 透露台海军作战组织 将进行重大调整 继此前设置舰队指挥部 海军陆战队指挥部之后 规划新设中将指挥官边接的 滨海作战指挥部 专责滨海作战任务 台媒报道称 台海军规划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 将以台军现行的雄风系列 反舰导弹部队及未来要成立的 暗置鱼叉导弹部队为主 此外 涉及滨海作战任务的相关部队 也会整合并入 至于该作战指挥部的成军时程 民进党当局高层人士说 由于台军相关雄风系列 反舰导弹部队 持续在扩充中 美国受台的暗置鱼叉导弹 交火时程 仍在争取 因此 确切时程还在微调 台军方称 会在适当时机向外说明 对此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认为 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 代表民进党当局认输了 我们成立这个滨海作战部 听起来好像很威 这是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认输了 已经承认事实了 承认海峡就中线没了 以后我们一战争 一旦发生就在我们的海边 这不就是在承认这件事实吗 我们的整个战略中身全没了 未来解放军一分钟之内 就可以打到台湾本岛 民进党现在在赌 美国会不会去跟大陆施加压力 你觉得美国对大陆施加压力会有用吗 2月29号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校 在会中表示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以武谋独 没有出路 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 极度危险境地 张小刚强调 美方一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违背在台湾问题上 做出的政治承诺 不断对台授武 加强美台军事勾连 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安全 助长台独气焰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2020年民进党当局 向美方采购66架F16CD型战机 预期最快将于明年开始 陆续交付给台空军 但是现在传出台军的飞行员 将在今年年底迎来一波退伍潮 到时就会出现新飞机来了 却没有飞行员驾驶的窘境 一直以来 台空军都存在飞行员数量不足的情况 此前有台美报道称 按照规划 等到民进党当局 向美方采购66架F16CD型战机到货后 台湾空军需要增加至少100名飞行员 来驾驶这些战机 然而有报道称 从2011年到2019年 台空军总共才新增21名F16新飞行员 照目前训练飞行员的速度来看 台湾可能要长达50年 才可能有足够的人员来驾驶这些战机 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 2024年底 台空军又将迎来一波退伍潮 因为2020年 未挽留台军飞行员 蔡英文亲自宣布 推出新版续服奖助金制度 第一批签约4年的台空军飞行员 都将在2024年底到期 这些有经验的飞行员 都面临重新抉择职业生涯规划的选择 是续签保证留英5年 还是趁年龄合适 转往民航发展 随着近年来 台海局势升温 台空军战备压力加剧 新冠疫情后复苏的航空业 又急需成熟的飞行员 都使得今年底台军飞行员 大量退伍在所难免 此时又遇上F16部队扩编 将使飞行员缺源的问题更为严重 你拿进来 你没有人飞 你还放在那边 还要保养 还控 后勤 每天都要去维修 结果没人飞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就职 才刚满月 人身安全就受到了威胁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 2号收到炸弹恐吓讯息 信件内容扬言 要炸韩国瑜和台立法机构 罗志强随后赶忙派助理报案 想要以茶代酒 但接下来韩国瑜喝了一口 瞬间皱眉 还盯着手中的杯子看 发现杯中的不是茶 是满大杯的酒 笑说空腹喝酒不好 缓解尴尬 随后赶紧换一杯茶 台媒称韩国瑜当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后 形势作风变得简慎 但再怎么简慎 还是有人不怀好意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2号爆料 自己收到炸弹恐吓讯息 对方扬言要炸韩国瑜台立法机构 还有罗志强 希望我们所有的立法院的同仁们要小心注意 我觉得我们对于暴力都是严厉的谴责 罗志强表示 在2号早上10点收到这条恐吓讯息 随后赶紧派助理 在当天下午到台北市警察局中正一分局报案 因为恐吓到台立法机构 台北市警方表示 将加强台立法机构的安全维护 韩国瑜当天也发声明说 相信台湾民众的善良与包容 不会有过激的举措 而台立法机构近来真的不平静 除了收到恐吓讯息 民进党籍民代黄杰还收到侮辱信 信件内容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而内文中还提到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 不过被写成台湾艺人罗志强 写到说下流啊肮脏 甚至是说猪母等等 不排除报警跟提告 台媒称台立法机构新会期才开一步酒 不分蓝绿接连收到恐吓讯息 这也让相关单位绷紧神经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铁风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Omega-3含量会越来越少 不含高活性Omega-3 当属碧鲁深海鱼油 今天为您带来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领取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组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必是血压剂一台 智能必是血压剂 大字体大音量 一键启动就能自动测量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赶快抢现吧 上市企业出品的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大品牌有保证 24小时新鲜提纯 Omic 3纯度高 缓式胶囊设计 更易人体吸收 66元 三瓶碧鲁深海鱼油 前100名订购 一个周期 还送价值499元 必是血压剂一台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碧鲁好鱼油 祝您养心护脑 今天为您带来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领取 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座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必是血压剂一台 电话正好 库存正在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人村最初营料就是白背黑木 我们的木耳吃起来 脆润爽滑 非常好吃 南庆这边是最适合 种这个白背麻木耳 整个村白背麻木耳 大约100来后的周 木耳长的周期比较长 村边和后来建一个比较大的 和这是带动了村边 这个经济效应 基本上是细加工的 现在都是机械化的 木耳泡在水池里 用清水机清水一遍 木耳切丝切片滑倒 它往上晒 里边的杂质还有木屑 精显一点 然后再包装 工厂一边加工 可能是一只两根干的木耳 对我们这边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 宿中之婚美名阳 日软味鲜香爽滑 正殿村白背麻木耳 一村一品福农优品 正殿白背麻木耳 好滋味 百年传承 向玉中外 天彩黄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024选举刚刚落幕不久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已经开始布局 2026县市议员选举了 他透露 2026台湾民众党 县市议员提名 计划将采用N加1计划 现任议员的选区 在多体议席 但此话一出 却让党内炸了锅 不少现任台湾民众党籍 县市议员私下叫苦 认为台湾民众党 还没有本钱增加提名 最后可能落得全盘绝输 我们那个叫N加1计划 N就是 如果你那个选区 目前是一个 就加1 但是可以 可以有特例 可以讨论 2024选举 才结束没多久 柯文哲就要布局 2026县市议员选举 但听到柯文哲提出的 N加1计划 现任的台湾民众党籍 县市议员们 却开始跳脚 我们在现有的基础架构之上 如何去扩张到 让我们每个县市 都可以由我们台湾民众党的 民意代表 所成立的党团 我相信这更是我们要 努力的方向 会不会因为了这样 两个人都落选呢 一起就很困难 不要说两行 不要忘记了 人家国民党党 绝对不是塑胶了 台媒认为 柯文哲是想在 2026选举中遍地开花 但这方法 却让自驾议员们直说 行不通 因为就算2024选举 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的 政党得票率 都有两成以上 但不代表 全能转移到提名人身上 柯文哲的N加1计划 让台湾民众党议员 让台湾民众党议员很无奈 私下纷纷摇头叹气 抱怨连连 喊话台湾民众党中央 别为了急于拓展版图 反而没对症下药 还是会参照说 各地的实际情形 以及说呢 这个各地 现任明代的一个 实际上面的一个意见 作为重要的参考 谭北表示 柯文哲想要在 2026县市长 及议员选举中 再下一场 奠定2028选举的基础 但最后 只怕是弄巧成拙 台铁钢山站1号下午 传出高架电车线 短路爆炸的意外 原来疑似喜鹊 在上面筑巢 当时火光伴随着爆炸声响 把附近的居民吓坏了 台铁电力因此异常 公务段人员 紧急进驻现场抢修 一个多小时后 完成了抢修 台铁强调 没有影响正常行车 监视器清楚拍下 台铁钢山站的 高架电缆线 突然传出爆炸声响 火光之后 这电车缆线 还冒出烟来 把附近居民吓了一大跳 也引发台铁员工 高度紧张 那个后面气响起来了 电力一场 发生的当下 我们就报告说 有爆炸很大的声响 事件发生在 三月一号下午近两点 地点就在台铁钢山站 疑似因为喜鹊 在高架电车线上筑巢 造成电车缆线短路 还好 公务段人员 立刻进驻现场抢修 在下午三点十五分 处理完毕 没有影响到正常行车 有影响到车次的状况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南边 好像有鸟巢 是有鸟巢造成的 这个鸟巢 他们会倒垂 是不是因为 它可能雕到什么铁石 或什么东西 那很有可能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单位 在做的工作 台媒报道称 每年三四月 是喜鹊筑巢繁殖的季节 他们喜欢把鸟巢 筑在电线杆上 类似的意外 在全台各地频传 去年三月 台铁钢山站 也曾清除过一个 超大喜鹊鸟巢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 铁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Omega 3含量 会越来越少 富含高活性Omega 3 当属碧鲁深海鱼油 今天为您带来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 领取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 一瓶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多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 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额外送您 价值499元 币式血压剂一台 智能币式血压剂 大字体大音量 一键启动就能自动测量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赶快前线吧 上市企业出品的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大品牌有保证 24小时新鲜提纯 Omega 3纯度高 缓式胶囊设计 更易人体吸收 66元 三瓶碧鲁深海鱼油 前100名订购 一个周期 排送价值499元 币式血压剂一台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碧鲁好鱼油 祝您养心护脑 今天为您带来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 领取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 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组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 价值499元 币式血压剂一台 电话正常 库存正在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玩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北京市台胞之家 志愿服务队成立大会 3月2号 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 百余名台胞志愿者参加 大会现场发布了 以联系 团结 凝聚 为主题的logo及对齐 北京市台联副会长蔡玉 宣布了台胞之家 志愿服务队队长 总干事 副总干事名单 北京市台联会长白天亮 向志愿服务队授起 全体台胞志愿者进行了宣誓 北京市台联党组书记 黄克莹至此指出 希望通过台胞之家 志愿服务队的活动 吸引更多台胞来京 学习生活 创新创业 促进常驻台胞 融入北京发展 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 越来越亲 真正为两岸同胞 打造出一个 温馨团结的台胞之家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助推的作用的 因为首先这个平台的成立 就是给两岸的青年 常驻台胞和定居台胞 一个交流的机会 我们也借助这个机会 借助台联搭建的平台 使我们能够交往交流交往的更深入 就像我个人本身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2年 一直也从事志愿服务的活动 在这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在冬奥会都有我们台胞的身影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力量能凝聚更多的台胞 尤其是青年台胞 在两岸这样的情势下 我们希望有这样的软心的这样的事情 照耀两岸 让两岸的融合发展 走个更接地气更深入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腿脚发软 腰杆无力 关节不适 这人老了呀 为什么紧架腰腿 老出问题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变疏松了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牌三七安堂骨碎骨胶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骨 还有安堂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安堂 三七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骨骼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变密了 骨骼更有劲 可以试试吗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胡老 以及人知老 弘扬 敬老 爱老 新风赏 哎呦 妈 腿脚没劲 是不是骨骼变疏松了 骨骼变疏松 事实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排 三七安堂 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补 还有安堂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狠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胺糖 我们的骨骼 通过密密麻麻的血管 来获得营养 老年人容易循环不畅 三七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胺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优刃集推出 九块九体验活动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块九 整整六十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强骨骼 就用优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孙老为德 敬老为善 妈 你腿脚不好 多扑点 和您的儿女一样 我们希望您腿脚有力 腰杆挺拔 颈尖灵活 所以优刃集 一直坚持九块九体验活动 优刃集排 三七安堂 骨碎骨胶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骨 还有安堂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您记住了 优刃集 九块九 可以先体验 九块九 能吃几天呀 整整六十里 可以吃十天 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吗 不满意 能退货 你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玉枝林药业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 美国已经开始向加沙地带空投 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而鉴于美国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 一贯偏袒以色列 美国向加沙空投援助物资这一行为 被多方指称虚伪和作秀 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称 此次空投援助物资 是与约旦共同开展的 向加沙民众提供超过3.8万份餐食 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项目主任 理查德·高恩表示 空投援助物资 是很好的拍照作秀机会 却是一种糟糕的运送援助物资的方式 他强调 获得足够援助的唯一途径是停火 并让援助车队带入加沙地带 美国国际开发署前地区主任 戴夫哈登表示 美国空投援助物资 是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的 象征性且无效的方式 此举旨在安抚美国国内选民 总部设在英国的 医疗援助巴勒斯坦人组织 也对美国的空投计划加以批评 该组织称 美国应该促使以色列 立即开放进入加沙地带的过境点 让援助人员 安全且不受限制地进入加沙地带 而不是空投援助物资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近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 3月1号在社交平台公布一段录音 显示德国军官曾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导弹 并秘密帮助乌克兰打击克里米亚大桥等目标 此事引发广泛关注 俄罗斯方面要求德国就此事做出解释 德国总理舒尔斯2号表示 将展开全面调查 并将尽快对此做出澄清 同一天 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根据评估德国空军的一段对话被截获 该发言人称 目前无法确定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录音或书面版本 是否存在更改 俄罗斯方面则表示 这段录音令北约颜面尽失 德国方面有义务尽快做出澄清 当地时间3月2号 匈牙利国会网站显示 该国国会代理主席莱扎克 已签署瑞典加入北约的议订书 据了解 相关立法文件将交由匈牙利新当选总统 舒尤克签字 需在5天内决定是否签署 在今年1月 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后 北约成员国中 尽胜匈牙利尚未批准瑞典入约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 近期施压匈牙利 要求匈牙利国会尽快放行 2月26号 匈牙利国会以188票赞成 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批准关于瑞典加入北约议订书的议案 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3月2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现三列列车厢撞事故 导致多节车厢脱轨 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美国国家阅述安全委员会称 一列向东行驶的诺福克南方公司列车 撞上了该公司另一列 停在同一轨道上的列车 据美联社报道 列车撞击后的部分残骸 进入附近的一条轨道 并被一列向西行驶的诺福克南方公司列车撞上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期 单身 银杏叶 黄芪 葛根 玉竹 鱼甘子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根通机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鞋子高 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牌三期单身黄芪胶囊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鞋子高 早重视 鞋子降一降 血流更通常 真通机 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 爱老 新风上 鞋子高 早重视 不管多少年 试试真通机 真通机牌三期单身黄芪胶囊 采用七种植物原料 功能成分明确 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为了让大家受益 也让儿女放心 真通机推出体验活动 体验只要9块9 9块9 9块9 整整60粒 先体验 再决定 9块9 包邮吗 不但包邮 不满意 还能退 你们年轻人都明白 也欢迎你们监督 真通机 七种植物 国家发明专利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血脂高 早中血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汤 真通机 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玉枝林药液 尊老为德 敬老为山 很多人体检才发现 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栖 单参 银杏叶 黄芹 葛根 玉竹 鱼甘子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跟通敌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血脂高 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牌三栖单参 黄芹胶囊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血脂高 早中时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常 真通集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例行节约 反对浪费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赏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师弟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一条408公里长的海岸线 蜿蜒蜒曲折 勾勒出四面黄采的海岸 这里是平潭 让人沉迷的战狼大海 是它的本色 万一万学 皆是和大海有关的分解 虽然在海边 我可以坐一天 一动不动 因为你可以很放松 可以什么都想 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这种转异 就这种转异